你 好 你开了 没想到 这收拾得还挺整齐的 倒收拾挺干很搁 是啊 耳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叶淑薇的父亲 很高兴见到你 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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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你很高兴 我是淑薇的妈妈 阿姨好 卫耀东 你 爸 妈 您不是下午的飞机吗 怎么回去休息啊 刚到 你妈说啊 把这特产带过来 对 厦门特产是红酒啊 坐下 那个 你房间的衣服掉下来了 那个 叔叔阿姨不好意思啊 我房间的衣服掉下来了 我回去收拾一下 没事 你去忙 不好意思吧 谢谢 谢谢 儿子 来 给你们倒杯水 儿子 你这儿一点变化都没有 会不会厌烦呀 不会 我们那边你爸找了新的室内设计师 方案早就定了 已经开始装修了 好 那你们住我这儿吧 我来安排 明天去郊区 你苏伯伯家小聚一下 不妨碍你了 叔叔阿姨 你们很久没有见面了吧 你们慢慢聊啊 我先回去休息了 二度 没什么事 坐下来一块儿聊吧 我们也很少来叔威这儿的 是啊 我们很久没和小朋友聊天了 而且我们都不知道你们 最近谈什么话题啊 来 过来坐 说没有 颜色没有 那 坐一下吧 好 说真的 可能得有十年没人 交给我小朋友了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在最新的年龄评判标准里 算是未成年了 网络最新标准 二十多岁 在零零后的眼中 已经是阿姨了 我看您挺年轻啊 六十岁 在最新世界评判标准里 应该是 中年晚期 还没有哺乳晚年 那八十多岁呢 那八十多岁 那肯定就是爷爷奶奶了 好 照这么说的话 那按最新的世界年龄 评判标准的话 您现在已经是爷爷了 而我还是阿姨呢 您 八十岁了 准确一点说 我刚过完八十六岁生日 耳朵 我爸妈相差三十六岁 小概率时间 这孩子随我 一掌毒舌罪 耳朵 别理他 叔叔 以后啊 以后啊 您吃什么我吃什么 您喝什么我喝什么 您做什么我做什么 从今往后 我就拜您为师 然后 我也学习一下您的养生方法 活成一个大神 好 耳朵 能到你房间参观一下 当然可以啊 走 爸 我让你亲一亲 爸 这什么 什么红酒啊 来 我听说这种小时候很难养 还需要很细心放养才能养好 能把它养得这么好真是太不美了 真漂亮 其实也不难养 就是透气的土壤 加上注意浇水就行 这个是你的手工制作啊 太有艺术感觉了 这都入小制品做得太精致了 真的好喜欢 阿姨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就送给你吧 你这孩子真有意思 手可真巧 真的送给我呀 真送给你 我给你戴上 好好好 戴上 好了 真别致 谢谢你二多 我真的很喜欢 我也就是搞傲娃娃的 想玩一样 二多 你是个快乐的孩子 性格上啊 正好和我们舒威能互补 她表面上沉嫩内向又不爱讲话 还有一套自己刻板的理论 这一点啊 一点都不像我和她爸爸 这以后啊 就要看你 能不能把她这个常规打破 搞艺术的嘛 总是应该有点突破的 你说对吧 就是 她就是太闷了 平时你工作不忙的时候 别老在家待着 走一走转一转 知道了爸 我其实一直都有处局的 那她会不会跟你聊天啊 聊 聊的 她有些时候还会开解我 虽然话很古板 但还挺晚用 你可真是个贴心的孩子 那个 有些接电话 不好意思 你去哪 来 喂 栗子 怎么了 喂 二朵 哎 你看微博了吗 还没来及看呢 是这样啊 叶树薇去接你的那个照片 被网友发到网上了 叶树薇人气现在逐步增加 你一定要好好配合她 不要拖她后腿 知道吗 我拖叶树薇的后腿 我大不了扮她前途 你 你怎么说话鬼鬼祟祟 你在不在家 我在家呀 我那个 夜睡爸爸妈妈来了呢 我真陪阿姨聊天呢 哎呦 婆婆 哎呦 你现在就要搞好婆媳关系了 你可以啊你 哎 耳朵 我跟你说正事 你最近有没有收到过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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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挂了 我先挂了 喂 耳朵 嘿嘿嘿嘿嘿